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幫大家試喝的是 台灣前兩大便利商店所推出的 2019年夏天專屬的氣泡調味咖啡 全家便利商店的Let's Cafe 今年呢它是推出了一個品項 叫做陽光紅柚氣泡咖啡 就是用紅柚跟氣泡 有別於去年很流行的檸檬咖啡 那今年的7-11就是 他們去年推出的西西里咖啡 造成了一個非常大的轟動 那也造成了很多人在討論西西里 到底有沒有產西西里咖啡這個東西 那我可以跟大家非常確定的是 夏威夷沒有原創夏威夷Pizza 這個恐怖的東西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他們兩家的包裝 第一個就是7-11它所出的包裝 是屬於這種透明的塑膠杯 那你可以從外面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有很漂亮的分層 分層的原因呢是因為底下這邊是氣泡水 跟糖還有調味的糖漿 可能是原汁的檸檬也有可能是糖漿 我們沒有辦法確定 那它做起來因為底下的比重會比較重嘛 咖啡下去的時候稍微染色了一點點呢 就會形成這樣非常漂亮的漸層 那全家便利商店在外觀上可能就會 稍微輸給7-11一點點 但是我相信大家比較期待的是 裡面咖啡的風味而不是它的包裝 好那這邊要特別講一下的是 全家便利商店他們使用的方法呢 是它先在裡面放好的調味的 紅柚的可能是原汁可能是糖漿 我們也沒有辦法確定 那加上咖啡冰塊之後呢 它給了我一瓶這樣子的氣泡水 讓我自己回到我想要坐下來喝的地方 自己去加入 那我們就先把它加進去好了 因為其實我很好奇這個加完之後 會不會剩下有一點點的氣泡水可以喝 那這一瓶氣泡水呢 是全家便利商店的自由品牌 它是寫著小分子氣泡水 來自雪山山脈的純淨天然好水 反正就是水家的會氧化碳啊 怎麼那麼多 那因為有了上一次我們做可樂咖啡的經驗 所以這次我倒的比較緩慢 它現在泡泡大概是切齊這個杯口 那還剩下應該有半瓶左右啦 所以應該等一下可以用這個來漱口就好 我們詳細的把它攪拌之後呢 等一下就可以來試喝了齁 它這次兩個都是出特大杯的選項齁 就是有一點可能可以被取代我們台灣現在非常盛行的手搖飲料的這種趨勢啦 只是它的售價就是有一點天高一點點 全家便利商店這一杯的售價是65塊 然後7-11的City Caffe這一杯 西西里風味的氣泡咖啡售價是80塊 兩個差異是15塊錢 好 都已經稍微攪拌好了齁 那這一次比較特別 我是幾乎接近要拍影片前我再去買的 因為我怕它的氣泡會消掉 現在就直接先來喝吧 我對於這兩家的既有印象 我覺得全家的口味可能會稍微淡一點點 所以我先喝全家的這一杯 喝起來齁 會有一點讓你稍微戳乎意料 因為其實我小時候很喜歡喝一種叫做 不知道是哪一家的 什麼紅柚還是雪柚的果汁 我記得好像是我爸爸買牛奶的時候都會送一瓶 然後我非常喜歡喝那個 所以其實我長大之後 不管是韓國的柚子醬加了氣泡水 或者是什麼 反正是柚子類的飲料 我都還蠻喜歡的 那這一杯呢 其實它跟我想像的是有一點落差 因為我喝到所有柚子類的飲料 它的甜度都還蠻高的 可是這一杯就非常的清爽 對 它其實不會讓你覺得有在喝那種糖醬飲料的感覺 就是很清清爽爽的一個 在我喝起來大概是雪碧的一半而已 就是五分 我還蠻喜歡這一杯的 說真的 然後它的咖啡並不會有焦味出現 也不會有苦味出現 就是很順口的一杯飲料 那它的售價是65塊 其實還蠻親民的齁 更何況是它還給了你 多出來大概一半的氣泡水 好 那我們現在用氣泡水來漱口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喝 7-11這一杯 就是去年已經非常 轟動的西西里咖啡 它再加上氣泡的作法 到底會變成怎樣呢 這一杯也很令我出乎意料 說真的 去年我對於7-11所推出的那杯西西里咖啡 它去年我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 它也是一個紙杯 然後稍微小一點點 那我去年對它的印象就是它非常的甜 我知道有時候甜是為了去蓋過檸檬 或者是咖啡的那個酸苦味 但是我覺得它去年所推出的那個比例是已經到了 我覺得放的超過很多很多的糖分 那今年的它這個做法就是 可能它原本的比例並沒有變 然後加了氣泡水之後呢 它的整個死甜的那個感覺 會被沖得非常的淡 那取代的感覺就是 你會覺得非常的順口 那也不會太甜 這兩杯其實甜度都不會太高 當然說你喝了這樣一大杯 你還是喝了很多糖下去啊 可是我們今天就是單純就它的口感來說 如果是這兩杯來比較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這一杯紅柚 因為可能因為我本身就比較喜歡柚子類的飲料 那如果我們去討論說 現在市面上所有的檸檬系列的咖啡 不管有沒有氣泡來說 我覺得7-11這一杯都還是非常 非常出色的一杯咖啡 不管你是拿來跟獨立咖啡店比 還是跟其他的連鎖咖啡店比 我相信7-11這一杯的風味是不會讓你失望的 那我們剛剛有說到嘛 這兩杯的價格其實 這杯65塊這杯85塊 它都並不是太昂貴的一杯咖啡 我相信很多朋友應該可以有能力去試喝看看 那我這兩杯咖啡呢 依照慣例我們還是要來說一下 我是在哪一家門市買的 7-11是我在台南府前路上的新運河門市 全家便利商店是在我上一次買單品美式的那一家美環店 全家便利商店的美環店 因為不確定嘛 所以我就到了上次有賣單品咖啡的那一家門市 想說他們的咖啡供應品 像以前比較齊全的一定都會買得到 絕對不是因為他們的店員長得比較可愛 那7-11這一杯我相信就是幾乎所有的 有賣咖啡的門市都有的 那今天我的評價就是 雖然是不同的種類的東西 但是我比較喜歡這個全家便利商店的柚子類的咖啡 綜合我這一兩個月以來 所有喝過的咖啡便利商店的咖啡 不管是罐裝咖啡還是便利商店自己出的這種杯裝咖啡 其實我對於全家便利商店的印象 感覺到現在來說都是非常的好的 那7-11就是 他的美式 以前的美式我覺得會稍微有一點焦苦 但是我有發現他們出了 也升級了他們的咖啡豆 近幾個影片呢 我就會安排一次去喝全家便利商店 然後7-11可能還有萊爾夫這三家的美式咖啡 我會做在一個影片裡面比較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話呢 你就稍微注意一下近期的影片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大家兩杯都可以買來喝看看 我覺得都非常的好喝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